有一个男人他是演艺圈塑造经典最多的明星 能把任何类型的角色都演得唯妙唯笑 无论是古装时装正派反派都能守到拈来 这就是郑少秋 但除了演戏之外郑少秋曾经的风流运势也被人津津乐道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侠秋的快活人生 1947年香港中文大学的黄信教授生了儿子 名为黄可忠 也就是后来的郑少秋 此后黄教授为了极力传承自己的优良基因 离家在外夜夜升歌 等黄家的十个孩子出生后 黄可忠的母亲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就和黄教授离了婚 带着黄可忠嫁到了郑家 妻妇给她改名为郑创世 希望她能努力读书走仕途之路 可郑创世偏不喜欢读书 1963年郑创世瞒着父母 报考了好几个演艺培训班 被录取后的郑创世苦练演技 但却就是接不到戏 当时培训班上有个名叫卢慧如的女同学 两人都很靓丽 不由春心萌动 没过多久 卢慧如怀孕了 孩子出生后 郑创世更加窘困 为了养家不得不寻找出路 随后郑创世进了少师的培训班 以为能拍电影 结果只在片场当了临时工 眼看着郑创世混不出名堂 走投无路的卢慧如 抱着孩子一走了之 没想到这一走 也把郑创世的霉运带走了 1967年 郑创世开始和香港话剧团团长 梁明学唱戏 还没学多久 就迎来了香港地区性的话剧比赛 梁明看郑创世挺有天赋 便让他代表尖沙嘴街坊 福利会参加比赛 没想到一部手足情深 让郑创世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 很快兼程电影公司的老板就喊他去试镜 试完效果不错 就签了五年合约 合约刚签完 导演蒋伟光就带着黑煞星的剧本 敲开了郑创世的门 搭档的是当年红得发紫的乐剧演员陈宝珠 在剧中郑创世正式改名郑绍秋 到1969年粗枝滥造的粤语片没了市场 公司安排郑绍秋陪着肖芳芳 陈思思等大咖 去国外表演圈前 后来歌厅舞厅在香港兴起 郑绍秋就打着电影明星的旗号在那里表演 结果一下就被制片人蔡和平相中了 把他挖到了TVB 当时郑绍秋签的是综艺组 负责主持音乐节目 闲韵记新生 郑绍秋那英俊的面容配上低沉有力的歌声 迅速吸粉 蔡和平看郑绍秋聪明好学 就把他安排进欢乐今宵当嘉宾 在这郑绍秋第一次遇到了沈殿侠 1971年 TVB让郑绍秋和森森合眼去聚 唱歌和阿英 在欢乐今宵的舞台上格外受欢迎 这对俊男美女合作久了 观众难免把她们当成真情侣 当年森森不过二十来岁 却因歌唱比赛被誉为香港歌后 郑绍秋不由蠢蠢欲动 很快一部冷暖亲情的电视剧 让郑绍秋和森森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并助前者拿下最有前途新人银奖 郑绍秋则趁热打铁向森森发起进攻 当时沈殿侠不待见郑绍秋的 觉得郑绍秋是个情场浪子 但他想不到的是 日后的他自己也没逃过郑绍秋 1973年彩色电视风靡了整个香港 为了抢夺流量TVB决定开拍第一部彩色电视剧《阴雨萌萌》 风流倜傥的郑绍秋是舒缓的不二人选 和他配戏的是TVB的台柱子李思琦 这部二十集的电视剧颇受欢迎 郑绍秋演唱的主题曲更是传遍大街小巷 正当郑绍秋沾沾自喜时意外发生了 远走他乡的卢慧如突然冒出来 索要女儿郑安怡的抚养费 由于港媒的报道郑绍秋背上了负心汉的骂名 森森幡然醒悟给郑绍秋写了一封分手信 当时沈殿霞和郑绍秋正在马来西亚拍戏 期间沈殿霞回了趟香港 森森就让他带信 沈殿霞以为是一封情书 没想到郑绍秋刚看完信就哭了起来 那几天郑绍秋把自己关在房间民思苦想 回香港后迅速在明州刊登了一封给森森的情书 可去意已觉得森森对记者说 我觉得他不该把情书刊登在报纸上 郑绍秋的世界突然崩溃了 沈殿霞却突然有种犯罪感 因为担心郑绍秋想不开 他又是邀请吃饭逛街 又是讲消化斗乐 一来二去 郑绍秋和沈殿霞之间擦出了火花 绯闻也很快传遍了TVB 这两人一个帅气逼人 一个身形壮硕 怎么看都不般配 沈殿霞的大哥邓光荣发出警告 你小心点 人家可能在利用你 但沈殿霞却走火入魔一般 全身心扑在郑绍秋身上 1976年TVB为了稳住地位 召集了当时的一线花旦和小声 准备开拍书见恩仇录 本来男主角定的是炙手可热的罗文 可沈殿霞直接动用权力 把罗文换成了郑绍秋 其实沈殿霞家世显赫 背后有黑道撑腰 书见恩仇录在当年爆火 分是三角的郑绍秋 瞬间红遍了整个香港和东南亚 成为TVB第一小生 沈殿霞被迷得神魂颠倒 甚至暂停工作 专心当起了郑绍秋的经纪人 又是煲汤做饭 又是争取资源 只可惜沈殿霞再能干 也治不了郑绍秋的风流 1978年赵雅芝产后复出 和郑绍秋站在一起宛如天仙佩 他们化作倚天途龙剧中 张无忌和周芷若 此后郑绍秋和赵雅芝 又一同进了时装剧 大亨剧组 当年赵雅芝从不拍清热戏 唯独遇到郑绍秋 连吻戏都不抗拒 而郑绍秋更是毫无掩饰 对赵雅芝的喜欢 她曾公开表示 阿芝是我最喜欢的女人类型 指引得沈殿霞找人警告赵雅芝 阿秋是肥姐看重的人 你小心点 1979年 亚洲电视推出 储留箱系列 抢占市场 不甘示弱的TVB 也准备开拍储留箱传奇 五一超群 满面春风的储留箱 完全是为郑绍秋量身定制的 只可惜郑绍秋在明鉴片场 根本抽不出档期 没办法 TVB只能趁郑绍秋拍夜戏时 派人把郑绍秋抢过来 佳和听闻 直接把郑绍秋关在片场 谁都不准进去 TVB只好和佳和谈判 最后郑绍秋两头跑 才和赵雅芝拍成了储留箱传奇 这部剧边拍边播 观众喜欢什么桥段 编剧就当场改剧本 最终储留箱这股风 吹红了香港 还吹到了台湾 一到播出的时间 大家都跑回家 看储留箱和苏荣荣 郑绍秋和赵雅芝 也成了最火的荧幕情侣 粉丝甚至期待着 他们假戏真作 而后来郑绍秋竟真陪赵雅芝 去看妇科了 逼得郑主沈殿霞 亲自下场手撕赵雅芝 第二年TVB又打算捆绑 郑绍秋和赵雅芝出演上海滩 但郑绍秋因劳累过度 患上了肝病 只能让初出茅庐的周润发替代 不过TVB可不会轻易放过这两人 1981年 一部飞鹰 让郑绍秋和赵雅芝 一度火到泰国 只是由于沈殿霞的步步紧逼 这两人就不敢顶风作案了 很快 婚姻不顺的赵雅芝 遇到了真命天子黄景深 郑绍秋和赵雅芝的情愫 就此斩断 1984年 台湾电视圈 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岛的大事 飞腾影视公司 邀请了郑绍秋 拍摄《楚留香新传》 沈殿霞为了这个花心男 跟着郑绍秋去了台湾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个叫关金华的女学生 在里面饰演女杀手 本来只有一集的戏份 结果导演看她长相和身手不错 直接给她加戏 加到几乎可以力压女主角米雪 但沈殿霞完全没有把关金华放在眼里 可是就在她离开片场的第三天 她突然发现郑绍秋的行李箱换了密码 后来箱子好不容易打开了 沈殿霞发现里面有一封 关金华写给郑绍秋的情书 沈殿霞懵了 为了自证没有老牛吃嫩草 郑绍秋直接提出和沈殿霞结婚 但是婚后没多久 郑绍秋却又给沈殿霞放狠话 你要是三年生不出孩子 就别怪我 当时近四十岁的沈殿霞 已经患上高血压 生孩子无疑要她的命 但她还是愿意拼死一搏 终于第二年 沈殿霞通过人工受精 怀上了 就在她小心翼翼养胎时 郑绍秋和关金华 同游日本和菲律宾的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 到后面郑绍秋甚至 直接把关金华带回了家 因为关金华背后也很有势力 沈殿霞拿他们没有办法 1987年 在沈殿霞生下女儿不到两个月 郑绍秋就提出了离婚 沈殿霞哭花了双眼 面对舆论纷纷 郑绍秋把所有财产 都留给了沈殿霞母女 并在两年后 与关金华结了婚 在一片骂声中 关金华退出娱乐圈 而沈殿霞背负着伤痛 重新回归 马不停蹄演了多部电影 名气一下子盖过了郑绍秋 而郑绍秋也不甘示弱 1992年 她和赵雅芝再度合作 戏说乾隆 名震一时 这时的郑绍秋 在关金华的管教下十分听话 没有与昔日女神赵雅芝 載燃火花 舆论平息过后 TVB又邀请郑绍秋拍了多部剧 让她赚得盆满钵满 2002年 沈殿霞主持节目 《掌声的背后》 第一个邀请的嘉宾 就是郑绍秋 她问出了那个 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秋冠 你究竟有没有中意过我 郑绍秋的回答也滴水不漏 我真的好中意你 爱过是真的 不爱了也是真的 2006年 沈殿霞被诊断出 肝癌晚期 病情迅速恶化 大家都以为 郑绍秋会为沈殿霞 做点什么 结果气管炎的她 硬是不敢露面 2008年 沈殿霞只剩最后一口气时 还在呼喊着秋冠 可郑绍秋 却连沈殿霞的葬礼 都没出席 直到追思会开始 才缓缓出现 沈殿霞的大哥 邓光荣 再也忍不下去了 她站在台上 公然指责郑绍秋 秋冠 几年来你对阿肥 付出过什么 对女儿做过什么 在尴尬的气氛中 郑绍秋支支吾吾的 一边道歉 一边诉苦 但台下却一片虚声 负心汉的谩骂声 刺其彼伏 上天赐给 郑绍秋的英俊和浪荡 背后都藏着价格 郑绍秋和 关金华的大女儿 郑永恩 完美复刻了 郑绍秋的风流本性 多次被曝 私生活混乱 而她和 卢慧如的女儿 郑安怡 根本就不见她 以至于郑绍秋感慨 走在街上 都未必认得出 如今74岁的 郑绍秋 依然时不时 演个配角 卖卖情怀 也敌不过岁月 她那些无法复制的 传奇和情事 都随着香港影坛的衰落 而成风了 郑永恩的父亲 是郑绍秋 郑绍秋可是香港娱乐圈中 可以和谢贤媲美般的存在 她这一生 可以说是 传奇一般的存在 一共经历过三次婚姻 有四个女儿 郑永恩就是其中一个 郑永恩完全继承了 老爸的基因 当年郑永恩被爆出了一则 令人大吃一惊的新闻 郑永恩身穿艳丽的 比基尼 和十九位不同国籍的男人 亲密合照 这种事情 如果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 家里人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然而郑永恩的老爹 郑绍秋 知道后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就是泳装照而已嘛 年轻人不都喜欢赶时髦吗 孩子都二十多了 不用处处管着 不得不说 郑绍秋的话 真是比较开放 然而没过多久 郑永恩又被爆出了 和很多肌肉男 激情热吻的照片 不得不说 这位风流女子 郑永恩简直了 听娱乐八卦 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郑绍秋和其女 郑永恩的风流史 郑绍秋原名黄可忠 因为后来母亲改嫁了 所以才改了姓氏 说起郑绍秋 那绝对可以和谢贤相媲美 郑绍秋可是 80年代香港的男神 由郑绍秋主演的古装剧 那可是相当帅气 然而男神般的人物 在当时的香港 追求者可是无数 在郑绍秋很小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表演 家里人看郑绍秋那么喜欢 也不吝啬 有一天妈妈对郑绍秋说 把钱给你 你自己去报培训班吧 这让年少的郑绍秋 多少有点感动 谢谢妈妈 我一定会努力的 青春懵懂的郑绍秋 在培训班的时候 总是最努力的那一个 她有着非常英俊的外形 和表演天赋 也经常获得老实的称赞 这让郑绍秋成为了培训班中 所有男孩子里最耀眼的一个 正是这样 她在班里的追求者 也是非常多 可郑绍秋偏偏对 卢慧如这个文静 且不争不强的女孩子 情有独钟 郑绍秋向卢慧如 讨论作业 这也打开了两个人的画匣子 之后两人经常在一起 讨论功课 总是形影不离 在青春期荷尔蒙的作用下 两个人暗生情愫 这让两个还不到20岁的人 就谈起了恋爱 后面郑绍秋和卢慧如 开始了同居的生活 虽然两个人没有领证结婚 但是夫妻之间该干的那些事情 他们两个都干了 很快这对轰轰烈烈的爱情 迎来了一颗果实 卢慧如生下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 并且取名为郑安怡 为了给女儿上户口 索性两个人就把郑给领了 郑安怡是郑绍秋的大女儿 但是这段快餐式的爱情 并没有让郑绍秋和卢慧如 长久下去 自从生下女儿后 郑绍秋和卢慧如两个人 总是无休止的争吵 难道是不爱了 还是一情别恋了 最后这两人还是离婚了 郑绍秋和卢慧如离婚后 卢慧如说道 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让她跟着我吧 不管多苦多难 我也会把她养大 至于我们两个的话 以后还是不要见面了 分开后的郑绍秋 从来没有去看过 女儿郑安怡一次 长大后的郑安怡 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郑绍秋 却形同陌路 就跟陌生人一样 真不愧是应了现在那句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离婚后的郑绍秋 该吃吃 该喝喝 啥事都没往心里割 很快郑绍秋又迎来了 自己的第二段婚姻 郑绍秋第二段婚姻里的老婆 叫沈殿霞 她可是香港有名的富婆 光看她的身形就可以看出来 沈殿霞长得真是富泰 而且她在香港的人脉 也非常的广阔 那个时候郑绍秋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演员 但凭借着自己那张英俊的面孔 和那一身儒雅的气息 直接把沈殿霞给迷住了 而且郑绍秋怎么能不知道 眼前这个女人能够给她带来巨大的利益呢 两个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 十八线男演员郑绍秋 帮上富婆这则消息 一夜之间如潮般地涌来 很多人都不怎么看好这两个人的感情 都说郑绍秋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才跟她好的 果不其然 沈殿霞用自己的人脉把郑绍秋捧成了当红小生 这也让郑绍秋在香港的影视圈有了一席之地 可正当两个人谈恋爱谈得好好的时候 一则变故却发生了 当年郑绍秋拍摄《楚留香心传》的时候 结识了关金华 郑绍秋不管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非常照顾关金华 这也使两个人的花边新闻 很快就铺天盖地了 然而沈殿霞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他冲着郑绍秋大发雷霆 我帮你这么多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的良心不疼吗 郑绍秋 我问心无愧 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我们就结婚吧 正是因为这句话 两个人就结婚了 然而结婚后 郑绍秋希望能快点有一个孩子 他对沈殿霞说道 我现在只想要个孩子 你快点给我生吧 别让我等着急了 沈殿霞看着眼前 对他说这些狠话的男人 心里不禁有点难受 但他更希望和这个男人长久下去 因为自己过度肥胖 他不得不开始控制饮食 尝试各种怀孕的方法 为了能够留住心爱的人 沈殿霞使出了浑身解数 终于怀上了孩子 沈殿霞给郑绍秋生下了一个女儿 名字叫郑兴怡 就在孩子出生后的两个月里 郑绍秋居然和沈殿霞提出了离婚 对于女儿郑兴怡 她也是没有丝毫的喜欢 沈殿霞清楚得很 她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 信不在自己这里 提出离婚后 也没有纠缠之不放 就离婚了 对于这个从小就没有爸爸疼的女儿 郑兴怡 沈殿霞对她非常的疼爱 不管女儿想要干什么 她都同意 可是郑兴怡从小身形就像挤了 沈殿霞 成年后体重居然超过了200斤 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 把自己折磨得也非常难受 终于有一天 她宣布要做自己 不会再去减肥了 好在郑兴怡非常的争气 她想进娱乐圈 沈殿霞就到处脱关系 给她进行专业的训练 她参演的电影《29加1》 还一举拿下《香港金像奖》 可天不尽人意 沈殿霞在2008年的时候 查出了肝癌 不幸离世 妈妈去世后 虽然留给了郑兴怡财产 但是那些钱 沈殿霞怕女儿把持不住自己 便立下了协议 每个月只能取走两万 可是郑兴怡过惯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日子 两万对于她来说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她最穷的时候 身上就剩下了几十块钱 然而就是再苦再难的时候 她也没有向父亲寻求过帮助 后来郑兽丘通过媒体了解到 非常难过地说道 我这个女儿可真不得了 这么难也不知道找我 虽然她心里一直对爸爸有所不满 但随着自己的长大 也慢慢地明白了这一切 父女两个人的关系 也算是有所缓和 也不知道午夜梦回的时候 郑兽丘醒来 会不会觉得亏欠郑兴怡太多了 郑兽丘离开沈殿霞之后 你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吗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离婚后 她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和关金华在一起了 在一起不久后 关金华就给她生下了两个女儿 一个叫郑永恩 另一个叫郑永希 郑永恩从小就是在密罐子里泡大的 花钱非常大手大脚 也经常出入非常高档的餐厅和娱乐场所 这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的顽固子弟 然而郑兴怡和郑永恩虽然是同夫异母 但他们两个走在街上 绝对会有人说 这是清洁两吧 虽然郑兴怡遗传了沈殿霞的肥胖 但是脸上的五官 却和妹妹郑永恩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太像了 对于这一点郑永恩经常在媒体面前说 我没有这样的姐姐 我只有一个妹妹叫郑永希 你们不要再说我和郑兴怡长得像了 她那么胖 我哪里和她像了 对于这些回应 郑兴怡选择了沉默 只字不提 早在2008年的时候 郑永恩深夜连着约会了两个男朋友 这让万能的狗仔记者拍到后 瞬间上了当天的热搜榜 这让郑少秋很生气 郑少秋希望郑永恩能够变得优秀一点 也希望她能够换个环境改变一下自己 便对着郑永恩说道 你去英国留学吧 到了那里好好学习 争取把自己不好的习惯给改掉 然而面对郑少秋的话 郑永恩暗自窃喜地说道 好的父亲大人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然而到了国外的郑永恩 瞬间释放了自己的自我 他就像是挣脱了父母的束缚一样 他拿着家里给的巨额生活费 每天出入娱乐场所 且当年因为郑永恩身穿比基尼和19个不同国家的男人一起拍了亲密合照 被疯狂地转载 不仅仅如此 郑永恩居然一夜吻过十几个男人 居然只是为了比赛 他居然还会把自己和其他男人的照片上传到网上 有在酒吧里的 街头的 公厕里的 尺度是真的大 然而面对这些郑少秋只轻描淡写地说道 孩子大了 不用管他们太多事情 漂亮就行了 最后郑永恩回到了香港 就算是在父亲的身边 他也没有安稳过 各种花边新闻如潮水般的袭来 这其中最厉害的 就是在2015年 他居然勾搭了一个有妇之夫 这让郑少秋和郑永恩在香港的娱乐新闻上 好几天都没有下热度榜 郑馨怡在接受了父亲之后 怎么会接触不到妹妹郑永恩呢 虽然说郑永恩对姐姐郑馨怡说过很多难听的话 但终归是血浓以水 郑馨怡非常珍惜和郑永恩的姐妹情谊 两个人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合影 郑馨怡和郑永恩脸贴的也非常的近 只是恍惚之间一看就觉得这两人是亲姐妹 郑永恩还送给了姐姐耳环 郑馨怡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了 还附上了文字 妹妹送的 相信沈殿侠在天上看到这一切也会很开心吧 父母婚姻上的问题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影响 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然而太过于宠爱自己孩子的话 也会让孩子变得放纵 在一个家庭里父爱和母爱少了一样 都会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 父母相爱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才能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教育 只有教育没有爱 不足以构成一个家 爸爸对妈妈的态度决定了家庭的温度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